YES 三點 晚安 來 我不夠了 準備了 直接給超亮 晚安 超亮 好 OK 船長晚安 小雨晚安 Google晚安 猴靈請你好晚安 我覺得擺光你很重 我要先出鏡一下 不然他會 很亮耶 等一下 是 他這個聚焦超級沒有辦法聚焦耶 就是 按了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跟手機相機不一樣 相機都不會這樣子 我現在是要直接出鏡 等一下 這樣 有點雷 應該還好了 太好了 希望不要再有問題了 每次都被那個 亮亮弄得很慘 晚安 嘿大家 兩天握手快辛苦了 謝謝阿正的新知冠 辛苦了 兩天都可以見到大家很開心 晚安 晚安 鐵子晚安 順盈 晚安 平寒 晚安 小愛 晚安 明金你好 平平晚安 早安早安 晚安 村長你好 好 晚安 大家晚安 陽松晚安 經濟大叔晚安 董木董木 布林 晚安 講話剛剛有點漏風 晚安 大家晚安 兩天這麼累 我又變黑了 我應該還好 因為我把他騎車然後就滿黑的 請問這邊有點微曝光的部分 這樣子好像比較不會 可是這樣子還光好 算了 就這樣吧 欸 是不是沒有枕頭還比較好 星期六還要加一下賽山了 真的假的 天啊大家真的辛苦了 我看一下我們有什麼夾子可以夾一下之類的 好不好我覺得今天的 有點單調 好不好沒有任何夾子 謝謝 看它們 好笑喔算了 不要亂夾好了 這個好像不是這樣用 天啊 造型的我也挺單調的 因為今天我基本上沒怎麼出門 有點像是 因為今天是我暑假的第一天 對我來說有點像是報復性懶惰 因為不是常常會有人說那個 報復性出遊嗎 就是 欸 我剛剛就錯過了 謝謝阿正送的花開正當時 謝謝 我剛剛好像沒有 它是特效嗎 因為我剛剛好像沒有對到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會有那什麼報復性出遊嗎 就是因為平常都一直在工作 然後一有放假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一有放假就會想要一直出去玩 就是一定要 放假一定要出去玩這樣子 然後 我的感覺比較像就是 因為這一放假就是還是 平日就都蠻多事情 蠻多工作的 然後還有練習那些的 然後 好不容易放假第一天我就會 報復性待在家裡都不出門 因為每天都在出門 然後我就會故意都不出門 報復性難度 直接罰自己關禁閉一天 很開心 我這天 還蠻充實的 因為太充實了 所以放假必須待在家裡 我很久沒有跟我的房間培養感情了 還有很久沒有跟我的床培養感情了 所以我就決定 要好好的 趁今天剛好培養個感情 先試個東西 這也吃了東的新之館 嗯 我也覺得 偶爾偶爾在家真的很棒 但因為暑假開始了 就希望 暑假可以忙一點 然後有多一點工作 多一點練習 不要一直在家裡 以往的暑假都是 很頹廢在家裡 然後去年因為有二單 所以就還好 去年暑假有二單 就比較沒有那麼 無聊就是都有事情 好 現在晚安 這個晚安 歷代美 你好 晚安 Steven晚安 你們好 而且講真的就是握手會 這一次真的是 等了蠻久的 空音很可愛 謝謝 謝謝拼拼 因為 因為 空音就是算是 就是給大家 跟大家約好 然後 因為我那段時間 就特別喜歡舞蹈館 這個動畫 而且我也蠻久沒有接觸 cosplay的 所以那時候 就是 就想說 啊 然後我手會就來試試看好了 然後 就剛好就是我 髮型跟那個 空音的頭髮是 就是 基本上是就蠻像的 這樣 只是我頭髮又長了一點 然後就試著 辦了這個角色 雖然蠻可惜這次就是 嗯 因為要戴口罩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看到全領 可是就是有發那個 沒有口罩的照片在 IG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看多留言 謝謝 嗨嗨 塔瓦哥嗨嗨 小雨晚安 喜樂晚安 還有喬喬晚安 我很喜歡 可是這錯過沒關係 之後 握手會就是 我也會再去多想一些服裝 這樣子 只看眼睛開的時候 我那裡 口罩遮到直升眼睛 可是我有畫全臉 真的沒畫到希望下次有機會 但我有看到 令狗是不是有找 朋友來帶握嗎 然後我就 頻道就是他轉傳給我的畫 希望下次令狗也可以來握我 反正這個疫情就影響到蠻多人 就是參加活動 還是 可是性智應該沒有 影響到我們的性智吧 就是大家都還是很開心 我也就是 成員都是很期待這樣子 然後 看到啵啵啵啵的眼睛亮亮的 看到拼拼的時候眼睛也亮亮的 就拼拼看起來真的年紀好小 小朋友很可愛 然後 然後 握手會這次還多的蠻多 就是第一次來握我的 結果都有聽到大家 這次聽到蠻多 只是握我的時候跟我說 我是第一次來的 然後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然後 然後 也有很多就是之前都有來握我的人 然後這次又來握我的 然後這次又來握我的 非常的 happy 對啊之後 不管四單五單六單都歡迎大家 就是 都可以來握我 我就是第一次 對啊有聽到 經驗大叔說是第一次 然後我們這次真的是第一次舉辦在戶外 所以其實 也 應該 不知道會不會吸引到一些路人來看我們嗎 就是 可能會好奇 欸這邊怎麼那麼多人啊 然後就是可能來喵喵之類的 因為以前還在室內就是只有 來參加的 大家看得到 然後 然後搬在戶外我覺得可能也 不是一個不好的選擇 就是 可能可以把 可以多刷個存在感 就是我們團體可以刷個存在感 我不會太直接 然後 缺點就是 天氣 就是這次天氣實在是太炎熱了 所以 其實 對大家來說也是 蠻不舒服的吧 就是在等待的時間之類的 炸 那邊是蠻偏僻的沒錯啊 可是 至少也是在西門啊 謝謝阿當的幸運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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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當的花枝金翠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然後 我們剛剛找到哪 就是 對 辦在外面就是 可以多吸引到一些人看我們 就像我們之前 辦快閃之類的這種活動一樣 就是 那時候二丹還是 萬聖節的時候我就有參加快閃活動 不是嗎就是 也都是去西門町阿之類的 還是信義區之類的地方就是跳舞 吸引一些路人 然後 還是 發糖果 萬聖節的時候不是有發糖果 就我們打扮 有裝扮一下 然後去發糖果 然後就是也可以吸引一些 很路過的人會對我們有興趣之類的 就覺得這些活動都還蠻讚的 那在看西門町人那麼少 嗯 還會再 嚴重曝光 拿到 對啊 發糖果那次真的很好玩 然後就是還可以打扮 然後又可以 化妝 微臣你好 安安 謝謝阿正的新之冠 謝謝 YES 然後 開心講一下 這我也覺得可以多辦一點戶外的活動 可是就是 希望下次 嗯 天氣可以等就是 不要那麼熱 講真的我們真的還好 因為我們等待的地方有 遮印 然後又 冷氣 然後 可是大家在等的地方都 比較就是戶外 然後 太陽這樣一直照 然後還有 握手的地方也是除了 我們握手 排隊的地方其實也沒什麼棚子 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 會 覺得哇 大家也太辛苦了 之類的就是 握手後感受 感覺就大家都很熱 很熱 晚安 國術你好 晚安 晚安 晚安啊 蛋氣包晚安 摩哥你好 晚安 疫苗十幾成 你好 晚安 呆呆87啊晚安 燃燒生命的為什麼會對位覺得 就是根本就是在燃燒 燃燒頭頂跟 有人曬傷嗎 頭頂之類的 我之前 去參加那個 學校活動 然後就是一整天在曬太陽 然後就曬到頭皮曬傷 真身第一次 喔 黃蓮華 我的歌單 哲恩瑞婷在跟我要 就是 就是最近的J-POP歌單 然後我就整理了一個 就是整理了 大概十幾首歌單給他 然後這是現在放 就是我這個月最常聽的幾首歌 應該都是Argo Navis的那個動畫的歌很多 然後跟Lisa的歌很多 然後剩下就是一些 蠻喜歡的 一些 歌混在一起這樣 排隊說是最曬的 辛苦了 謝謝小雨的新知冠 雨天天你好 希望下次可以見到波樂樂 好啊 歡迎單細胞 下次也來多握握我 好難念 中文 多握握我 謝謝 明中請你好 好久不見你好 因為天氣真的是 我有看到我粉絲就是半成 因為那是平安的粉絲嘛 就是穿 太空人裝 真的很厲害 來 賽傷後回去被妹妹說頭型是好的 辛苦了 感覺比較容易賽傷拼拼 是不是 因為我不算是一個非常容易賽傷的人 可是我那時候參加活動 一整天下來我也賽傷了 然後我也覺得 謝謝 我還有一次我的那個 謝謝阿正的肉粽悄悄 謝謝 我還有一次我的那個 就是光按掉 然後我剛剛想要去按手機 對阿我覺得就是半成太空人真的很厲害 他很悶吧 那個真的超狂 對感覺會熱死 而且他早 早上 欸早上嗎 就是 是不是還有辦那個 中暑跟賽傷 我會選中暑 我覺得兩個都很難選 因為兩個都很不舒服 我很久沒有中暑 我會一直曝光 為什麼 好笑喔 謝謝小瑋的新之冠 謝謝 沒有好 沒有一點都沒有好一點 我選擇賽傷 他有穿格格裝 真的假的 米索米索 好笑喔 欸好你好啊 我 我的那個直播架感覺 快打下來 我調一下 好意你好 而且還辦皮卡丘哇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多 很多 比我們的 比我們的服裝還多元 的部分 我看到皮卡丘鼻子在貼口罩 太可愛了吧 第二天的包裝很讚 謝謝AQ 謝謝 第二天也很讚 只是我也特別 就是本人特別 特別 就是中意那個 空音那套服裝 就是第一次 就是 穿著 角色的服裝 穿著 坐臥鞋 特別美甲的栗子同款 就是因為 剛剛講那個 美甲由來 就是因為我跟栗子都會 去同一間 因為栗子就是很會 找美甲店 然後他就有推薦 我跟栗子還有七七 會去同一間 美甲店做指甲 然後 就是他那天做指甲 做完他就跟我講說 可以去那一間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了 去了以後就看著 那個老闆娘的基本款 他就有一些 Sample 之類的 給你去參考說 可以選哪一款這樣 然後我就看到 有熊熊 我就覺得就是很可愛 然後最後就選了 那個做 就是他有一個熊熊系列 其實我跟栗子是 都是熊熊美甲沒錯 可是我們的款式 還是不太一樣 這輩子從來沒有被說過幾次高 我跟你們說錯 你說身高高嗎 因為我那天我記得我就說 我就說你眼值很高 第一天看到 你的服裝那個超難過 我知道填第一天 然後下次 下次 下次也會 唉唷 我幫我摸 我幫我摸 摸一點聲響 下次可以兩個都來 哈哈 下次 要越來越進步 等一下 不是要升高 應該是因為戴口罩 所以沒聽清楚 我今天是薩薩耶 今天是我爸把我買的 看波特特的感覺好高真的嗎 我是覺得拼拼 個子還蠻像我的感覺 因為我只有157 我其實沒有很高 然後我 而且我第一天 穿的那個空硬的鞋子 是平底的 所以我沒有增高 應該是平平比較小隻一點 謝謝人品俊的藍色應援棒 謝謝 我這個人品俊每次都會說 就是要我多多照顧栗子 沒有問題的 雖然通常都是栗子來照顧我 謝謝阿米送的高白氣球 謝謝 謝謝 不知道現在很小隻 那是因為你們太高大了 所以你們會覺得我很小隻 就是像我 看了很高的人 你會覺得就是這個人太高了吧 之類的 可是我每次都跟我弟 相處在同個 家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說什麼 因為我對我來說我弟很高 我第1 第275 再來評論分享直播間 謝謝 3次 第3次 3次 就是我剛剛回信息的東西 就是3次 握手會扮下來 其實 覺得越握越有 就是越 越像手了 對 我覺得我開始講話比較好一點 就是我會想話題 之前第一次握手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可能排隊的時候 就沒有 特別想什麼話題之類的 然後就會尷尬 然後感覺就會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這樣子 雖然我每次講一些東西 就是講一講 就是都是同樣的 就可能同一個笑話跟很多人講 這樣子 你看伯樂有160 謝謝我很開心 我一直很想要160 雖然我的夢想身高是162 很像在女的老夫妻的形態 謝謝伯樂照顧力 我也謝謝他平常都做得很好 嗯 嗯 話題的確不多是沒錯啦 可是我覺得就是來握手的人 應該還是會希望可以多聊一點 所以我就會想一些 有什麼都可以講之類的 雖然我就是 三單 這次三單握手會的時候 就是會很尬 有時候還蠻尬的聊的 就是我會硬要講一些有的沒的 可是就是能講話 覺得很好玩 不看也是蠻好玩的 對我也是覺得還蠻OK的 可是就是怕大家會覺得不一樣 嗯 我現在本來想說要出去買個宇餐 然後 我就正踏出去的那一下 就是我到 我走路抵達 要買個店前面的時候 買個東西就突然下雨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改內用 可是我今天已經決定就是 不要出門太久了 所以我就 等於小一點以後 然後就沿著7樓走回家 一百完全不夠 我覺得一百五差不多可以 五聲的話 其實哀哀的話 算也沒什麼關係吧 我一開始以為我大概 人生就是長到一百五就差不多了 然後結果高中的時候 就一直長一直長 然後就現在 現在這個一五七 的這個身高 就也蠻愛的 然後蠻開心就是 就是握手會 然後有很多粉絲跟我講 一些蠻鼓勵的話 就是蠻鼓勵我的話之類的 然後就聽了覺得很開心 然後 想繼續加油 對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 我很喜歡沒事找事做 就是我每次 因為我很容易做一件事情很容易膩 所以我就一直找新的事情來做 然後就是蠻想要 今年蠻想要突破自己的 就嘗試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像去嘗試cover 就是嘗試 就是 彈keyboard之類的 因為我以前不是學keyboard 就是學 我不是學流行樂 我就是學古典樂 然後就是嘗試 接觸一些流行鋼琴之類的 然後還有 然後 嘗試當個領導人 做團長 這樣子 就是蠻多 以前沒做過的事情 然後在今年有做 然後我就覺得 嗯 2020也是蠻精彩的 目前算是才有 就是已經過了半年了 就蠻快的 已經6月快結束了 呃 在 幾天就是7月了 今天是29號對吧 後天就是 呃 後天就是7月1號 就是7月開始了 所以這個 2020年已經過一半了 很快吧 時間真的 長越大就覺得時間 序不下就過了 而且是很忙 很忙的時候 就是覺得時間過了 特別快 嗯 我覺得多嘗試 新的東西是蠻不錯 就是這些東西 可能如果 就算沒辦法做到很好 可是至少就是 是曾經有接觸過 還是會有留下一些 東西這樣子 可以多發一下cover的歌 謝謝 我也是想要多做這個企劃 這樣子 可是就是 這次我做這個企劃其實 花了蠻 因為我是蠻臨時想要做這個企劃 因為我那時候 我之前就常在直播說 我也想要cover 不是嗎 就是說我想要唱歌 想 就是 做cover 這樣子 然後 我就去問問看 然後最後 其實這個企劃就是 花了大家蠻多時間的 因為我只是負責唱 然後 像 影片我是 另外請姐姐幫我拍的 然後 就是幫我錄音的人 也不是 也就是他也花了很多時間 幫我用那些音檔之類的 處理音檔還有陪我錄音 這樣子 就是花了大家蠻多時間的 雖然我也很想要就是在 就是 多發歌 可是 我覺得應該不會太快 可能 可是我是有打算想要再發 一些新的討論 就是我想要就是從這些事情裡面先找到一個平衡 就是 我還可以再 對啊 就是姐姐他們其實都很好 我本來影片要自己拍 欸 我不小心按到 把那個歌跳掉了 可惡我要聽這首 聽完這首 嗯 Lisa全開 對啊 我的Lisa 這個月最常聽的Lisa的 四首歌 現在是來到第四首 叫做 Adamas 就是 刀劍神域的 好像忘記第幾季了 反正就是那個同仁跟那個金髮在 我沒有看刀劍神域 就是同仁跟那個神 忘記了那個 那個藍金髮碧眼那個男生 喔 Yujiro 對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篇章的 片頭曲 對不起我只聽歌沒有看動脈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看那個灰葉集耶 灰葉 不是灰葉集 那個 灰葉 喔對 灰葉集想讓人告白 喔超好看 我今天直接看了六集 我現在看到第七集 我等一下 就是下播啊 繼續看 對 因為我cover就是想走一個比較有質量一點的那個 比較有質量的感覺 因為就是難得做這個cover 所以就想要把它做好一點 然後又是因為 就是Litha生日想給她一個 比較 就是想要給她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看 這樣拿出來的東西想要好一點 嗯 其實我很緊張當初發的那個當下 所以我一開始有先發給幾個成員看 就是聽他們的反應這樣子 這樣子 因為不然我真的是 一開始還蠻沒有勇氣發 就是 cover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 丟出來給所有人 就是給 丟出來公開出來 給大家看會收到怎麼樣回復 然後我是有時候就是蠻容易玻璃心的人 然後就是 謝謝就是 成員聽完以後 給我一些鼓勵之類的 然後 發出去的時候 我說到大家 就是很多 很好 就是稱讚的留言這樣子 然後不管是 幾叫還是稱讚 就是我都有去看 就是每一則留言 我都有去把它讀完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願意分享出去 然後那一篇的回想 就是說我貼文裡面最高的一個 對 對 那個cover的影片 是我說的 貼文裡面接觸人數最高的一個 所以就覺得 哇 而且 PO了那個貼文之後 就是PO那個cover之後 我的IG的追蹤人數就是 大概這個連價 長了快100 所以大概長了100 100個追蹤人數 就是第二天左右 就已經60人 然後這次握手會的結束 就大概已經長了100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 pocover 對我的 對我的 個人宣傳是蠻有用的 他其實 對啊 欸他們很那個就是 因為我那天 上片的那一天 我們其實在練團 就是我在上片那個當下 我們在練團 然後 我常常五點發 然後 然後 我發完 就是 那天來幫我們弄那個 樂團的 其實老師 他就 直接當著大家的面 把那個音檔在 就是他 因為他是電腦接著那個 他有時候會進來就是 監督我們 練團 然後他就是 電腦就連著那個 他就連著那個 音響 然後他就在 所有 就是團員的面前 然後就突然在那個 練團室放了我的cover 然後我就超尷尬 然後我就躲在窗簾後面 就是等這首歌放完 因為真的會很 蠻為情 就是 不管 不管好不好 可是就是當下 就覺得好 哈茲嘎戲 然後我就躲在 窗簾後面 就覺得 天啊我要躲起來 然後 然後放完之後 我就出來 然後那天晚上還有培訓 培訓完的時候 就剛好七七他們 跟我們一起培訓 然後培訓出來以後 就 他就說 對 好像是幫貓頭說老師 慶生玩嘛 大概是那個時間嗎 然後 他就 欸 那天好像不是那天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我們那天練習完以後 然後 就坐在沙發上面 然後就只剩下 我跟麻油還有 林潔跟七七 然後 七就說 啊對我還沒聽欸 然後他就突然在我面 打開到 超大聲 然後我就 我就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躲了 我就 躺下來享受 自己唱的歌 直接躺下來 聽一波 但我其實最近每天都會去聽一次 就是我自己 每天都會去聽一次 可是我最近越聽越直的 就是還有很多 不是很好 就是很滿意的地方 一開始聽回來蠻 蠻開心 就覺得哇哇好厲害 然後最近越聽越會 就是抓到 覺得自己 好像不是那麼好 唱的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然後越來越明顯 然後今天聽又 又有這種感覺 所以之後 如果有機會再 cover新的影片的話 希望我可以就是 再 多進步一點 因為我的聲音比較低吧 所以感覺 相比一些 比較偶像系的歌 我好像唱這種歌 比較適合一點 對啊 就是 上一集就是每次聽都會覺得 有些地方可能 好像不夠好 可以更好 可是就是 之後如果有進步了 也會滿開心的 像就是洪蓮華 還有很多歌 就是一開始我其實根本就唱得上去 其實一開始 第一次學 洪蓮華這首歌 剛出的時候 我根本就是完全沒辦法 沒辦法唱這首歌 就是我多半人唱 前面組的 我副歌完全沒有辦法唱 然後 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我會有 那時候剛出是什麼 剛出洪蓮華是幾個月的事情 看一下 我是先聽洪蓮華 才去看鬼魅之人 我一開始 我是很晚才坐在鬼魅之人 鬼魅之人大概播了快 已經播完 19集我才去做 好像大概22 23我才去 我才開始追鬼魅之人 他已經播了 好幾個月以後 我才開始看 對啊它是去年 去年幾月 去年的7月發售 去年的 洪蓮華這首歌是去年7月發售 然後那時候第一次聽到 就是覺得 就是這首歌好難唱 其實它發售已經快一年了 然後我到現在才cover了它 是不是有點太晚 一年了 對那時候聽到就覺得說完蛋 絕對沒有辦法唱這首歌 然後 後來去了 那個 去了那個什麼 日K KTV之類的地方 去點這首歌 然後也是唱了很多次都 破 大破 然後不然就是完全唱不上去 然後 因為就是每次都會點 就是Lisa的歌 對我來說真的都很高 然後 要唱完 其實很吃力 就是唱一首就很吃力 所以我在KTV很少會 連續一直唱她的歌 我唱她的歌通常都是唱到中間 大概三個小時唱 然後大概唱到一個小時多 才會開始點 先開嗓 然後點 然後後面就會開始沒力吃 所以就中間的手點 唱一半的時候開始點這樣子 然後 這首歌聽著聽著 然後到最近 就是那個 The First Take 你知道嗎 那個企劃 就是一卡到底的那個唱歌企劃 Sony的那個 然後就聽了那個版本 就覺得很厲害 然後 後來又看到一個影片是 有一個唱歌老師 日本的唱歌老師 然後他在 他有開個自己的YouTube頻道 然後蠻多人追蹤的 就是蠻有名的一個頻道 然後他在上面有 分析那個 The First Take 突然入文發音 The First Take的那個 Lisa的那個 影片 就是有分析她的唱法 跟 一些 就是Lisa是怎麼處理 這首歌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一首歌有很多 每一句都有不同的處理的方式 就是比如說哪個地方用假音 哪個地方用真音 然後哪個地方就是要 不會講的 就是那個就是 那個戰音嗎 不會講 就是 之類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處理方式 就是不是只是把音唱出來 就跟跳舞一樣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 風格跟自己的 東西在裡面 就不是只是把動作比出來而已 就叫跳舞 然後就是有 去一直看這個老師講的這個影片 然後我就看了好幾次好幾次 然後用他講的 他講一些注意的地方 就是都有在做筆記 然後每次去KTV就有練習練習 在家裡練習練習 然後最一開始要做這個cover的時候 一開始我沒有要選這首 不敢選這首 一開始不敢選這首 一開始想選的是 Raising Help 就是 那個 魔法烈等神的那首 可是這首 那首也不簡單 可是我覺得紅蓮華 對我來說更難 那時候本來想說 就是選幾首 或選Catch the Moments 之類就是 我的 我最喜歡的一首Lisa的歌 後來怎麼變這首 因為紅蓮華對Lisa來說 應該也是近期改變他最大的一首歌吧 就是一個 就像很多 就像他唱的刀劍神的歌 Catch the Moments之類的 就是這些歌 還有那個 很多很多 他的代表作這樣 紅蓮華也是 禁止他最大的一個代表作 然後他要在紅白 就是人生這麼 第一次的這個紅白舞台上面 他就是唱這首 就覺得紅蓮華對他來說很重要 然後 這首歌就是 就是我覺得很有挑戰性的一首歌 最後就決定選這首了 而且 紅蓮華感覺 台灣人嘛 就是最近的台灣人 比較常聽到的 日文歌應該也是這首歌 因為像我們學校的熱營社 有很多人喜歡這首歌 就是就算他們不是窄窄 然後他們也好多人在cover這首 思考一下就決定 cover這一首 真的有想過很多就是 要選哪一首好這樣子 然後我又剛好又很喜歡鬼面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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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 很讚 沒有啊我是說學校的 學校的社團的人都很喜歡 就是 出這首歌 很多學校的交流欸 很常聽到這個 我也喜歡 我也很喜歡 大家喜歡的話 就好了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這次選歌 完全是照我自己個人興趣在選這樣子 熱舞社 我說熱音社 熱音社 完全跟熱舞社沒有任何關係 完全跟熱舞社沒有任何關係 謝謝NICK的掌聲鼓勵 謝謝 輸到 就是為什麼這次是cover很多花在 喔喔喔喔對 那個熱舞社的人也有cover過這首 就是我看過我們學校的那個 他們有那個 辦過一些活動之類的 就是好像 battle之類的 還是 中場表演 然後就有熱舞社的人出來 跳紅鱗滑 然後那時候就 驚艷到 因為那時候剛好在旁邊 看鬼面之刃的漫畫 就是看鬼面之刃的漫畫 然後看一看 然後旁邊就突然想起了 自由哭 然後呢 欸真的假的 炸卡安安 謝謝阿正的新之冠 謝謝 然後聽到就 哇 然後直接 前往 如今鬼滅已經完結 這首歌很多現實程度在聽喔 真的超多 就是在台灣已經變成一個很普及的一首歌吧 也沒有到很普及阿 可是就是窄窄文化裡面 一定是一個就是必聽的一首歌阿 還好這首歌三個字都是漢字耶 就是在台灣會比較容易被人家記住 如果就是這一次 今天這首歌是 全憑假名 或全騙假名 我覺得一定很少人會 很好唸 就是很一定會 但是 比較不會那麼多人記住 因為 難唸的部分 可能就會講說 鬼滅之刃的那一首歌 謝謝 阿基拉藍色音樂棒 握手衣服裝好 感謝 永在新加坡 謝謝 所以這首歌 不然是做詞做曲還是曲名 都取得很好 讚 讚 腿 唱的人更是一直棒 讚 好然後以下要開始講述柏林的迷妹 迷妹的各種迷妹行為 就是 請大家 如果不是的人 可以就是 趁現在趕快離開直播間 然後如果就是不想聽的就跳掉 想聽的就給我繼續聽 對就是 因為不是生日嗎 然後就 有就是錄了cover給他 後來就 他有po一些文章 就是他自己生日的文章 就是他自己生日的文章 我就有在下面 就是也有 跟著一些其他藝人在下面留言 就是祝他生日快樂這樣子 然後 就有 他本人就有在留言底下回覆我 耶 他就回我 謝謝 然後我就 耶 心花朵朵開 就是又在今天 這幾天 就是接受一個人生的新成就 所以現在不只是獨家追蹤 還有 獨家回覆 開心 所以我最近心情很好 希望之後 也可以多錄一些cover 然後讓更多人認識我 這樣子 所以這次就是 因為錄了這個cover 然後感覺吸引到很多 可能以前沒有關注我的人 然後就是會因為這個cover 然後可能會開始想要 多關注我這樣子 就是如果 之後還有更多機會可以po一些 唱歌影片 然後 可以拉到更多人來當我的熊毛 就好了 恩 謝謝夏日的掌聲鼓勵 謝謝 就是從來 喜歡他這麼久 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有一天我會 這樣子做出這麼引人 引他注意的行為 對 你看他注意的行為 恩 在來日常常看好你喔 我只是要跟你們表達無息耶 就 Yes 就是這樣子 YES 就是這樣子 這個月的那個月曆 不是小迪的照片嗎 就是我們不是有賣年曆嗎 然後那個年曆 這個月六月剛好是小迪的封面 然後小迪就是前陣子 不是送的 然後上面還有貼字條 我就把那個字條貼在 那個月曆上面 就貼在他臉旁邊 然後就最近 看著小迪也會心情好一點這樣子 謝謝 不知道我沒買 好好你再也沒買 不用主理 我只是買來當擺設 不然我其實都用手機 現在這個 時代大家都嘛 做什麼都用手機就好了 不喜歡桌上擺東西 桌上就是要擺東西擺到亂的啊 不然買桌子幹嘛 我的名言 公司擺起來 都是書 這麼文學 啊 有個LOGO跑出來了 直接置入 直接置入性行銷耶 好聽 放大聲一點 好聽 放大聲一點 好聽 好聽 放大聲一點 超肥的餅乾 栗子來了 嗨 晚安 小野苗 它是我的晚餐 只有吃到現在 我都很晚吃 午餐跟晚餐 午餐是三點 兩點三點才吃 欸 沒人超好吃 我覺得 沒人超甜 可是它每個都很甜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我們剛剛講到 好吧 忘記了 我們剛剛就在講卡 想到 我真的忘記了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啊 好 看起來不要讓它那麼過譜 桌粒 喔不要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小滴寫字條在這裡 然後才在這 小滴的話語會陪著我一起前進 嗯 好像怎麼很利 突然講一下很利益的話 剛才吐槽過我們的表情嗎 就是各種表情失控 很利益 這麼利益 其實那個有飲料喝的事情 就是特別的 特別的爆 有飲料喝就給讚 看我這個很容易看到大家的小特質 放上去 可以教大家真的很勵志 什麼 什麼 有一個這麼 跳舞隨正瀑布的人 有一天也給教大家 所以我 也不想要覺得就是 因為 就是比如說 就是講 比如說我是團長 然後我不會想要因為就是 我是團長 所以我必須去做這種事情的話 就是不是發自內心去做這種事情 的話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 真的是對團抱有一些期待之類的 就是才會去希望大家可以更好 而不是 就是 因為我是團長 如果我不做好怕被大家罵 所以我就是 做好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就是現在對我來說 不管有沒有團長 還是有沒有 是不是有這個頭銜 我都會想要站在一個 幫助團體進步的一個角色 去推大家前進 還推我自己前進 這樣子 就是不管我今天到底是不是團長 我還是會 做我能做的事情 雖然我不知道我到底還可以做哪些 Jeff你好 我的口紅都快 已經沒顏色了 這樣 就這樣吧 感動感動 突然長出一些很厲害的花對不對 不覺得嗎 究竟是什麼改變了Blur呢 這個世界改變了我 沒有啦 突然長出一些很中二的歌 因為 其實不是因為現在突然放有東京參奏的歌 我覺得 久了吧 就是 時間久了很多 看過很多不同的風景之後 就會 改變不管是對一個人 還是改變對 一件事情的看法 嗨 季風亮晚安 空空晚安 以前可能都覺得就是 就是做一半 做這樣就好了 就是 反正 在後面也不會有人看到我 那就做這樣就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好累喔 然後不想繼續做下去 這樣子 可是現在不會 現在就是會覺得 要先去做 因為我先做了 所以我努力被看到 那我站在越來越前面 那既然我站在最前面的地方 那我就要 好好的把這個位置做好 這樣才對得起 站在後面的人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 才對得起就是 之前那個努力的自己 就是努力把自己推到前面去的自己 這樣子 所以 就是越往前 就是力量越大 責任越大 那個超級英雄的台詞 雙貓好恐怖 沒有雙貓都很好 雙貓都很好 包括我 本人也是非常和善 嗨嗨 我都嗨到 嗨到是怎樣 那因為我太矮了 所以我必須站前面一點 你們才看得到我 所以我就想要站更前面 他們可以嗎 這是蜘蛛人叔叔的台詞 力量越大 走的路人越大 Uncle Ben 我覺得嗎 就是 不管在哪個位置都要努力 這沒錯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 其實既然你在 越前面為之 那就要越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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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正的 命運之輪火箭 謝謝阿正的命運之輪火箭 轉動我們命運的齒輪 就是開始 謝謝 謝謝阿正的命運之輪火箭 謝謝 謝謝 耶 是真的就是 我的想法 對我有感受到直播延遲 我剛剛也有感受到 雖然剛好看到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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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的 剎那 謝謝 阿正的 嚇得到 就是不管在哪個位置都要努力沒錯 可是就是 努力 沒有掌握 就是 如果你自己停滯 就是停滯不前 然後別人就是 就會超過你 所以就是要一直 啾啾啾啾 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一直往前這樣 那別人才不會超過你 我覺得不管在哪個場合 不管在哪個工作還是學校 都是有這種 都會有這種事情 就是你只要執著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你執著在一件事情上面 然後就是一定會有 免不了競爭這個東西 就是你不管是學業 工作業績 還是 各種事情上面 一定免不了競爭這種東西 那誰能留到最後呢 一定就是最有義理的那個人 最後一部我差點掉淚 我 我是一個罪惡的女人 我一直 就是惹哭大家 是不是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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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吃東西啊 就是可以 為什麼會有個方便的地方 就是可以 一對一 就是很像 我們很像一個就是 就是有個 私人的交流式這樣 可以一起聊天 分享想法 然後沒有別人會聽見 所以就是你們 在握手會跟我講什麼 我都不會講出來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謝謝 謝謝小雨的夢幻煙火 謝謝 謝謝 鳳梨小雨升級到黃金70 而且 就是 不管你們跟我講什麼都不會講出來 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在 握手會就是 放心的跟我 分享一些你們的事情 或是想要講跟我對我所有事情 這樣子 然後就鼓勵的話 之類的 我就會 非常的 牢記在心中 跟巴勒告誡一下 反正我是什麼 要赦免你的罪之類的 是嗎 就是這樣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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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o 好 你平靜每個人就是大家都是 很努力的 我們都知道 你們可能會覺得我們很努力 就是 因為我們的努力是 不要講 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 所以我們的努力 都是會被 很容易被看到 因為我們就是公眾人物 就是 我們的努力就是會 會被放出來 會被做成影片 會被 就是很真實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努力會被做成影片 會被 會被 大家知道 我們會講 一直掛在嘴邊 因為我們講 因為我們的 可是大家的你們的努力都是 因為你們不是公眾人物 所以你們的努力一定都是你們自己都會藏在心中 然後我們不會知道 所以我就是 會去想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大家都是一定要辛苦的 就是沒有 什麼我們比較努力就是覺得 大家其實都很努力 就是人生活的一定就是有很多 自己喜歡的東西 其實想堅持做下去的東西 還是各種煩惱就是要去擔心之類的 所以每個人其實都很努力的在 過自己的生活 吃一口 趕一趕各位很想吃東西 那我自己一個就是 可是只不過人生活了20年的人 可能就是沒有什麼 很 大的 多的人生經驗可以提供給各位 可是畢竟也是 好歹活了20年然後就是有 經歷過學校這種 小型社會 現在也是還在經歷ING啦 可是就是經歷過學校這種小型社會 還是經歷過這種工作之類 就是有很多其實 蠻多改變我的事情 找葵嗨嗨 所以煞風景 因為都很想吃啊 講一講就會很想要 嘴巴裡有個甜味在裡面 謝謝口罩 謝謝 現在是很像 現在是在講 講述那個 突然沒電 我在 現在是心理直上室是不是 開 開 開示你們 人每個人一定都是從 挫折中不斷進步成長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這樣 那既然我 如果就是要問我以前經歷過什麼挫折的話 我才不會告訴你們 對 我在開示各位 他們在場應該蠻多人都比我大 可是還是有一些比我小的 所以我可能可以開示到你們這樣 比較有說服力的部分 對 柏林的人生相談事 歡迎大家來到柏林的人生相談事 雖然我是偶像 可是我的副業現在人生 就是 開 開示王 之類的 要怎麼講 要怎麼幫這個職業灌一個名字呢 請大家幫我想一下吧 等一下他不會跟我聊指甲跟刺琴 因為就是很明顯 就是有個東西可以聊 而且就是第一次進去 好像就是 是第一次進去看你的 就是你的新刺琴嘛 就看到 就是小千有 刺那個 貝斯在上面 然後 他也刺了一個 墓碑 然後上面寫著heart 我就說你心死了嗎 他就說對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就是很好笑 可是我覺得就是 刺琴 在身上就是 刺些自己 就是每個刺琴都是有故事的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好 大家晚安 小羽有 不是小羽 那個小千有什麼 就是 小羽想說 我怎麼都刺青了 奇怪 小千 小千 是因為這樣子嗎 不好意思 我 職業 職業道德不太好 不過我覺得就是 黑色指甲有 不少見 男生的黑色指甲有不少見 風格吧 會以為你是金木炎 金木炎 沒事沒事 好吧 看起來小羽 小千已經看了 我要講到小羽 小羽表示我沒失戀 跟我什麼事 小千已經看開了 謝謝大家的追蹤 嗨 大家好 我是AKB4K挺TP的柏琳 然後我們是一個在台北進行 偶像活動的團體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先追蹤我的浪Live 然後可以去追蹤我的官方IG 在這邊有一個IG IG帳號 在這邊有一個IG帳號 可以就是去追蹤一下 然後可以去裡面聽一下我的cover 雖然目前只有一首cover 可是就是 希望你們都可以去聽聽 耶 哈囉 看起來都覺得很辛苦 我有一個小群女友是姐子 謝謝大家的 玫瑰藍珍眼眶 謝謝 是在哈囉 哈囉 當作是一個打招呼 謝謝大家的追蹤 謝謝 好 我們繼續找到哪 謝謝 謝謝齊齊的醫用口罩 謝謝 我應該是因為我很想把它唱好 所以我就有點點 弄巧成做 就是我超級 用我全身的 用盡洪荒之力 用盡洪荒之力在唱歌 因為想把情感唱進去 好 哈囉 不要再騙了 裝得太不像囉 呵呵 可是這是立體的小朋友在上面 這裡 然後裡面是有畫 然後現在超級無敵曝光 所以你們應該什麼都看不見 謝謝 欸我幹嘛給你們看我的背面 我真的不懂 這是還滿可愛的一個藍色系的指甲 這樣 跟空音剛好很搭 很久沒做指甲 我真的很久沒做指甲 我大概 很久沒去給人家做指甲 我就是決定就是好久沒做一定要做個浮誇一點 可是我那時候生日會的也浮誇 等一下之後會再PO一篇就是專屬指甲的文 你們一定要給我去留言 謝謝 謝謝指甲很可愛 謝謝 我就覺得指甲就是一個 就是 不是很必要做的東西 可是做的就是心情很好 這種額外的感覺 然後這次看到 我每次都會 我只會在有活動的時候才會去做指甲 就是這種 比如說生日會還是 這種握手會 這種會看到手 還是就是特別紀念的日子 我也想去做指甲 不然做指甲其實也是 是滿大的一個開銷的 百變怪 對啊他想要百變怪 你知道那個眼睛我畫了幾次嗎 然後就是 因為眼睛 眼睛 眼睛那個畫就是 只要一點點不對 所以就整個神情就會崩掉 所以我還跟瑞婷就是 check了很久 說這樣子可以嗎 然後他說 怎麼覺得有點大小眼 然後就重畫 然後重畫就說 那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怎麼你就是覺得眼距不夠開 然後後來第二次畫 第三次畫眼距太開 然後我畫完自己 我快笑死 然後就重畫 之後重畫覺得OK 為什麼趕快去找燈 趕快找燈 對我平常的興趣是做 因為我是美容科學生 所以我平常的興趣就是 美甲 然後化妝 然後我的 專長是彈鋼琴 然後我會彈一點吉他 自彈自唱這樣 然後最近有在開始學 最近新學的樂器是電吉他 可是就是很開始起步 所以可能近期還不會在直播間 看到我彈電吉他 可是有時候會看到 我有時候會在直播彈鋼琴 所以就是彈我後面那個鋼琴 所以之後可以來多看我的直播 老闆有沒有更有外國粉絲的感覺 你說你那個頭傻嗎 我還以為你要嫁出去 胡云你好 然後就是平常直播 有時候也看到我唱歌之類的 因為我也很喜歡唱歌 然後我的Cover影片 我最近有coverLisa的紅菱花 這首歌 鬼滅之刃的這個動漫的主題曲 就是有放在我的IG上面 可以有試玩整版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點來聽聽看 然後IG的那個帳號就在這邊 上面那個 REI底線0913底線AKB48TP 就會有了 說了我家 這是有女生來 我想說 可不可以讓我當她的 一日AKB48TP的男朋友 我就跟她說 不能跟她說我跟妳說什麼 我跟她 不能跟妳說我跟她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很厲害 我會釣女生 自己講 我很喜歡釣女生 讚喔 我喜歡釣女粉絲 對 可是重點是我昨天穿的超美 所以就是有點 我昨天穿的太氣質 就有點 沒有那個魄力 欸說了 你現在在我學我嗎 我快一口了 可以追蹤 試一下 字幕 出完了 掰掰 而且我昨天來的 衣服跟握手黑的衣服完全不一樣 我昨天穿便服來 接下來有萌新 你都遇到什麼問題了嗎 這是我昨天 因為我昨天是5點開始握手 所以我大概 就是12點我就 1點我就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是一個蠻容易掉妝的 所以我就想說 我大概 握手會前一個小時 我再開始 就是 畫犬妝 然後跟弄衣服那些人 然後我本來想帶switch去 去玩 結果 根本就沒有在用 我一直在聽音樂 聽了4個小時 對啊 蝙蝠葛樂 你就有看到我穿蝙蝠 然後我就一直在騷擾別人 就騷擾每個正要出門的人 是不是有問題 你是說怕塗起來手太黑之類的嗎 我就要看耶 就是感覺 男生塗指甲有的話 你看你的穿搭 看你的衣服之類的嗎 雖然我覺得男生塗黑色指甲 就還蠻 特別 就是蠻 酷的 有啊 有掉妝就是有分膚質 你知道嗎 有些膚質就比較容易掉 這種 然後指甲有的話 我就要看就是 有些像我的手的時候 我手比較黑 所以有時候 塗一些顏色會比較顯黑 可是因為我就是喜歡那些顏色 我就還是會一直塗它 塗的時候你是會塗出去之類的嗎 因為我以前也是 最常會塗出去 然後 就比較 嗯 塗指甲有 我覺得要塗很多次才會塗上手 對啊我昨天穿長袖 可是因為我昨天握手會是 傍晚 然後那時候下過雨 所以其實還蠻涼爽的 跟第一天的那個 十二點半 還有一點握手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的氣溫 我覺得我很慶幸我的衣服安排 是正確的 就是我在第二部穿了無袖的衣服 然後最後一部 第十部穿了 長袖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這個衣服的選擇 我個人非常滿意 就是拯救了我自己 如果反過來我應該會掛掉 好 現在我要熟度救命水 對因為真的就是感覺 大家都很熱 然後中暑了就趕快 給一瓶水 對 還有獅子巾 對啊因為就是夏天 熱的時候要一直喝水 比較好 然後 就是要保持身體涼爽 所以就可能要多擦 但是獅子巾會比較 消暑一點 可是最好的方法 還是就是趕快去 涼一點的地方 然後坐在那邊休息 比較好 其實真的還好 我們握手會的 筒子底下其實沒有到那麼 炎熱 我覺得最主要 比較痛苦應該就是 你們在 被太陽照在頭上面 那種感覺 不然很容易會昏倒 會暈啊之類的 沒事就好 不然真的很擔心各位 休息對健康還算很重要的 這個人進來的正好 進來的正好 他的名字 在尋找我的口紅 我在尋找我的口紅 你稍後 個 十秒 OK 五個口紅謝謝 我是不是太沒上了 好 OK OK 我要告狀 原來是這樣子 可是 還好啊 還好沒事 阿這很好耶 還有互相關心一下 謝謝 謝謝 陪送的沒關係 謝謝 這瀏海愛奇艦齁 因為我剪太齊了 雖然是他 就是會一直Q起來 就是我之前去燙頭髮 我把頭髮燙直 因為我自然捲 還蠻嚴重的 就是會捲到 直接就是你們認不出來這樣 然後我就會固定去燙直 然後那個姊姊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燙一下瀏海 就是還是那瀏海 就是要讓他死直了就好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 喔燙個瀏海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變得很好看 直接我就跟他說好啊燙一下 然後燙完完直接後悔 其實我現在只要 因為我很喜歡剪齊 就是剪剛好 現在只要 然後一潮濕 他就直接Q起來 然後就會直接眉上 所以在迷你 concert 他會一直看到我的 瀏海一直就是 在眉毛上面 因為我跳舞 然後他被 汗水浸濕 還是就是現場的那個 濕氣 浸濕 然後他就會 捲起來 然後就會捲在我的眉毛上面 所以我那時候綁 蘋果的頭 我頭髮整個都變得很呆 不過我看就是照片 我就覺得說 我的瀏海也太呆了吧 我現在就是很期待 我的瀏海趕快就是 就是掌心的出來 然後把那個 探過的地方趕快 趕快就是 把它 弄下去 瀏海真的很難 下次mini concert 應該要就是多去想想 除了跳舞以外 我也要多來 思考一下瀏海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可是我瀏海就是很厚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麼 其他人都可以做到這樣子 就是他們是噴很多髮膠嗎 下次用水泥固定味覺 所以我下次乾脆拿那個 就是膠帶 來黏之類的 救命 來放一下那個 Wherever you are 你們最近有聽Wherever you are嗎 不好意思喔 你本來都想好還要跟我說 鼓勵要救媽媽的造型好 對啊 那你想要說什麼 你現在也可以講 好可愛喔 奇怪 但我最近還是比較偏像聽那個 Heartbreak So this is heartbreak 好可愛 你要聽我的瀏海嗎 我最近有推Roy挺多 聽點Wherever rock的歌 然後他就有去聽 沒想到他喜歡的 竟然是 Stand up feeling 這首歌 好像是吧 就是他一直聽那個 暴風眼的專輯裡面的 我有看他聽 暴風眼專輯裡面的歌 rabbit 湯尾就是 怎麼看這樣 喔 但是下次的握手會 小芊可以跟我講 下次我握手會就不要講那麼多別的 這樣你就可以多跟我講些你要講 嘿 團長你好 郭朝成你好 哇 很常在我的直播台看到你 hello 我那個不見了 不會放臉 我找到了 下次可以吃 下次也想要在活動見到你 應該要做什麼 我看好像蠻少在我直播間遇到你的 hello 我跟你講我是開心 開心你來 你好 我怎麼回事來不及說紅電話好聽 沒關係你現在可以說 謝謝你 我覺得事情很特別 很容易注意到 像那個 mini concert的時候 對 很明顯 比臉還好韌到 就是因為他臉都打來 就是臉都被光弄糊了 然後就是 手上我突然就很明顯 那個是潔心給我看的 那個不是我 那不是我去找的 那是他給我看的 我是很中毒 我 我要掉頭就走 沒關係 因為這兩個人在衝擊散懷直播吧 原來 好可愛 謝謝 藍色應援幫 謝謝 謝謝朱里恩的好多藍色應援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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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有紅比較有氣色一點 謝謝朱里恩的花枝金翠謝謝 雖然我現在是曝光狀態的臉 是一個大曝光 下首歌是 Morok Rock的 Heart Break Heart Break 不是Heart Break Heart Break 好笑 我直接忘記這首歌怎麼唱 怎麼唸 所以我可以說 是之前常在我直播間聽到的 可是他這首歌不是日文版的 我比較喜歡聽日文版 看有什麼別的歌可以加進去 好笑 聽到的 某個字 ? 聽到的 是 given 在 十多 你 會 哇 我們 Oh my, Oh my 不會唱 不會唱英文版 完蛋 習慣性的想要接日文 I don't let you go 說我在Lav演出過 是無差別品質 直接英文就唱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 直接就純聽歌吧 英文苦手啊 英文對我來真的是硬傷 明年2021年的突破 學會講英文 2021年最大突破 算了我還是不要下這種 立這種flag 我不要立這種flag 就是我等一下 衝不到很尷尬 我覺得那個10個 就是2020年10個要達成的目標 還比那個學會講英文簡單 這個一年夠嗎 很壞喔 雖然我也覺得不太夠 完蛋 欸壓力很大耶 身為就是一半歐洲人的我 就是不會講英文真的很尷尬 不要把這列進去 我不敢 我看2021年就不會 如果要列進去就不會 就是10個目標 就是一個目標 就是這個就已經很大的目標了 你們要嘛2021年就是 期待10個目標 要嘛就是期待一個 就是英文 太難了 我好難啊 我今天還有一個N1要考 這個也是我好像10個目標之一對不對 完蛋 大家有 歐洲人很多都會講英文啦 至少我爸那邊的人都會這樣 每個都會講英文 那邊他們每個小朋友都會這樣 英文那麼難很過分 對我來說真的很難 學校考的東西我是會沒錯 可是要應用在生活我真的覺得很困難 尤其是我的發音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講 我就一直沒有去講 而且我不會每天接觸 我不要不要在我的直播用英文留言 但我不會念 我不會念你們的留言的 可是荷蘭人很會講英文啊 荷蘭人的小朋友很多都很會說 就是我爸他朋友的小孩都很會講 然後他的小孩就是跟我 差兩歲 四歲 就是大我兩歲四歲而已 可是他們那時候 從小到來他們就一直跟我講英文 可是我就是一直不知道怎麼回他們 因為我不會講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手機剩直發 好應該撐得完直播吧 好我去拿一個春天線好了 原的團沒有 這邊爆我的熊過來 朋友 快接線 上啊 怎麼沒有在充 完全沒有在充電了 有有有有 讚了 對啊他有一點點 你都回 我剛剛遠看來有一些雅虎耶 你都回yes or no嗎 沒有我都比手語 我還是會講一點點好嗎 可是就是 有一點點 不是聽得那麼 對 不知道牌是英文嗎 我會念英文 Forky 對不對 插齊 插齊 你不是說 還唸錯嗎 阿當上你英文最好 不行阿當你一直跟我講英文 我之後就可能不會毀了 請講中文 我喜歡的是講中文的你們 不是講英文的你們 請多跟我講一些中文吧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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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怎麼印象那麼深刻 因為我覺得超級好笑 然後 你之前在直播跟我講 我就覺得超級爆笑 中文 風聲米街 AKB48TP 米 你好晚安 加油謝謝 我要當我家小狗在摸 所以我家根本沒養狗 這樣講一定很多人以為我家有養狗對不對 我家沒有養狗 而且我很怕狗 我很怕狗 反正就是 嗯 對 2021的目標 先看我2020的目標打成幾個吧 如果真的都打成很多的話 2021就可以再立一個更大的目標 那如果真的達成了我真的是 世界之王耶 可以統治世界 2022就可以開始統治世界這樣子 如果就是要去下載那個 大家最近很常用的那個程式嘛 因為我弟有買會員 所以我應該可以用他的 我可以當他的寄生蟲一號 他有兩個寄生蟲 就是他的那個帳號 他要買帳號 他不是可以有三個寄生蟲嗎 然後 有兩個是他同班同學 欸聽說他同班同學都沒有膚淺 然後我可以當第三個沒有膚淺的那個 對啊我們不置入所以不講那個 不行那兩個不管怎樣都是 就是跟比統治世界還要嚴重的目標啊 就是我覺得統治世界都比那兩個東西還簡單 對我來說 不能用英文 Netflix 不是因為 不能用英文好嗎 是因為我不想置入 對 我不想置入 好滿分這種目標 之前 比較簡單 可以靠看每句去學一些英文之類的吧 好煩喔 好煩喔 不想講英文 貝爾 B-E-A-R B-E-A-R B-E-R B-E-E-R 是嗎 來看電視一下 是喔 好煩喔 我覺得它現在都是煩到熟天 就這樣它畫就算看動漫曲的日文一樣 就是很有用 來看你說話 然後睡著 我的聲音很容易可以入眠 而且我現在放的歌都是比較輕快一點的歌 就是比較慢歌 不是搖滾 不是那種甩頭歌 這首歌就很適合睡前聽 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振奮點心 從出來玩樂 都很可愛吧 喔 踢到我的那個 這個歌不太好睡 我覺得很好睡 聽的心情會很好 好 我們回到了 又什麼可以講 你看呢 表演的歌聲支援點 謝謝 謝謝高潮城 感覺 過獎了過獎了 謝謝 想睡的人別聽快歌 不想睡的別聽伯樂講話 好 就是...我們剛剛還在唱什麼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很多比較振奮人心的一些話 這樣 然後這就是我... 近期一下比較強烈的感受 這樣子 在不想睡 為什麼 最後我看到是我最發動 胖鬼面在那天的影片放來聽 謝謝 Fear高潮城 有考慮要真推柏林嗎 開始給你...悉壓 沒有啦 沒關係 就是... 歡迎來喜歡柏林 就是之後的表演希望可以... 就是突然跳回秘密抗色的話題 就是之後的表演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景態 然後下半年開始的公演 希望就是可以讓大家看到不同的我們 真的已經找錯人了 沒關係我就是喜歡挑戰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是你看我連明年的目標都要定學英文了 我還有什麼事不敢做 好的忘了你是鋼鐵肉絲 我知道我知道 會被肉肉殺掉 好的我要被肉肉討厭了 不行肉肉是很愛我的 他可以看學啦 不要明天再學 好吧 那他真的不如考多一九百簡單 好吧 你不要短髮簡易 不是你只是肉肉 不要太可怕那先不要 我放棄我放棄 好我放棄但我沒說 我們缺一不可 我們兩個缺一不可 沒有肉肉會很無聊 沒有我胎會很無聊 那我們放這首適合睡眠的歌 結束今天的直播 明天再學的話 就會變成2022年目標 我還有2021年的目標啊 就是我2021整年的目標 一整年的時間可以做這個目標 讚 我今天晚上說了很多話 然後 之後 因為我還蠻喜歡說這種話 就是 講一些我心裡的感受 跟 我的看法 好 我也是 我也是那個團長啊 你們兩個 尷尬丹丹丹不能缺口 我現在已經越來越不尷尬了 我要開始脫離 尷尬丹丹 對我們真的是 每一組都要有尷尬丹丹 一個就是我 然後B組就是蔡依蓉 C組是誰 C組尷尬丹丹丹 很厲害 就是 不會 真推的人 特別 可以感受到你對肉肉的喜歡 尷尬丹丹丹 尷尬丹丹丹丹 對丹丹丹丹丹丹 只是他們故意要長丹丹 對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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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你会演组组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還一直都很想去看其他組的mini concert 只是沒有辦法 只是我無法實現你願望 下次第一台請給我 好 今天再來念 那個排名 帶著我的熊熊一起 你說竹竹很吵 的確覺得竹竹是個比較活潑的人 是不是他很 外上 然後感覺也 跟李夢淳一樣 有點會照顧朋友的感覺 來 今天的排行榜 幫我一下 好的 今天的第十名 謝謝玉昌 謝謝玉昌 然後今天的第九名 謝謝橘子冰 謝謝橘子冰 謝謝 再來是第八名 謝謝拼拼 謝謝拼拼 謝謝 再來第七名 謝謝李嘉莉莉子 謝謝莉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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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第二名 謝謝小雨 謝謝 下一次是今天的第一名 第一名 謝謝阿正 謝謝阿正 開球 鼓掌 鼓掌 謝謝今天大家來看我的直播 對 我們期待下一次四單的握手 哇很適合的這個片桶 來 我們期待下一次四單握手 跟之後的八月的mini concert 還有下半年的公演 然後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今天公佈了 那個猜拳大會 之後就是這個活動 也務必大家就是 可以繼續來關注一下這樣子 然後很期待之後會有更多 各式各樣的活動可以跟大家見面 這樣子 好的 不是猜拳有長嗎 作弊很長 沒有啦開玩笑 就是 猜拳就是看運氣吧 真的是看運氣的感覺 這樣 不是玩運氣特別有趣嗎 那就加油吧 我的算是一個運氣不是非常強的 可是我的 我很努力 對我會很努力的 好 晚安 不用努力彌補這些 運氣不足就這樣 晚安 猜拳特色 也是可以吧 那我搭Shop也試一下 謝謝 謝謝大家 晚安 晚安 辛苦了 掰掰 需要什麼顏色 什麼的顏色 你說我 我其實蠻喜歡 藍色 可是我 我的 印顏色是綠色跟桃紅色 所以其實 三個顏色都可以 三個顏色我都蠻喜歡的 只是後面的綠色跟桃紅色 希望跟大家分享 晚安 掰掰